他从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对他笑 因为偶然间做了一次鬼脸 父亲第一次对他笑了 于是松子决定每天都对父亲伴鬼脸 他在学校交了男朋友 下班后他会把和男友的去世分享给妹妹 吃晚饭时父亲突然指责松子 你妹妹因为生病连门都不能出 更别说谈恋爱 你对妹妹说这些有考虑过妹妹的感觉 她的妹妹松子掐住了她的喉咙 我现在之所以变成这样全都是因为你 一切都怪你 赶过来的妈妈让松子冷静了下来 她义无反顾离开了家 松子去了很远的城市 以后不要再来找她 回家后 松子遇到了男友的竞争对手 刚刚才的生活到了一起 但没过多久刚也就要离开松子 她并不爱松子只是她嫉妒 二十六岁时松子找了一个花花公子男友 她和男友一起合伙开店 但男友嫌弃她年老色衰 男友出轨了 并且把开店赚来的钱全部 因为松子想起了前男友八女川 前男友自称是太宰之转世 松子决定去太宰之当年自进的三婴室 或许在那边 松子在理发师身边学理发 直到某天晚上 理发师向她求婚 理发师说不管松子有什么样的过去 不管松子将来发生了什么 她都要和松子生活在一起 她答应了 但第二天警察找上了一个花花公子 她说她是一个花花公子 她是一个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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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个花花公子 中国人 blankets 他们叫她放水 她都说不少 发送你 Selin 她其实还是一个花花公子 在小鸣寓室 太宰之适合 她和大姐大成为了朋友 八年后 松子刑晚出狱 但当她来到理发师的家 却发现理发师早已经结婚 而且还有了孩子 松子已34岁 她在一家него 就是孤身一人 在一个雨夜 松子遇到了长大后的阿龙 当初阿龙害得他被学校开除 松子现在早已 吸引松子的注意 或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奇怪的心理 在鬼使神差之下他诬陷了松子 即使多年过去 阿龙现在依然 因为总比孤身一人要好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松子被大姐大发现 大姐大让他离开阿龙 但松子拒绝了 你有老公 有家庭 而我什么都没有 即使下地狱 我也要跟着他 说完这句话 松子就和大姐大段 在监狱里 阿龙每天去神父面前忏悔 他开始明白 自己前后两次毁了松子的生活 他决定出狱后离开松子 不再活害他的人生 但他不知道 他已经成为了 随后仓皇逃走 最后仓皇逃走 妹妹在死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姐姐 你回来了 听完这句话 想起这些年再也没见过面的妹妹 松子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 哥哥把松子送到车站 离开前 哥哥还是重复着那句话 走吧 你别再回来了 他在河边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也不再爱任何人 独自在小屋里 过着邋遢的生活 邻居朝他问好 他不理不睬 他已经不想让别人 再闯入自己的人生 他会确定 他会觉得邮相回信的期待 他又每天翻邮箱 但一直没等到偶像的回信 因为长期的孤独 松子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他像当初的男友那样 他会觉得邮相回信的期待 他会想起来 但他会觉得邮相回信的期待 塞给她的名片一把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回到家松子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妹妹 她看到自己亲手给妹妹剪了个好看的短发 大姐大的出现让她的生活再次亮起了一点微光 她回到和 最终 她答应吗 我没有经历松子所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没有资格评价她的一生 或许大多数人的一生快乐都是短暂且稍纵即逝的 剩下的或许都被苦难